说说董雨晖小作文事件 大家好,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董雨晖小作文事件 现在在各个平台都是热搜 我一开始还没太注意这个事情 因为这两天其他的事情也很多 但是这个事情好像越发酵越大了 所以我大概的研究了一下 梳理了一下 今天来聊一聊 说说我的观点 这个事一开始其实并不复杂 是因为董雨晖现在粉丝技术很大 那既然这么火 那肯定有看他不顺眼的 有些黑粉就去质疑董雨晖的这些小作文是念稿子 不是他自己说的 董雨晖成名以来 董雨晖小作文一时持他的一个金字招牌 是展现他的个人能力和实力 和文化底蕴的一个金字招牌 那很多他的粉丝都以此为傲 那有人这么质疑 粉丝们就不开心 董雨晖看到了以后也很不开心 然后在直播里头 董雨晖就说 如果他们写了稿子找人来读 那他们为什么不找一个长得好看一点的人来读 要找我来读 然后董雨晖还说了 我以前的那些小作文 什么三餐四季 只短情长 山谷吹来的风流过了历史的河流 就这些小作文都是记性的 随口而来的 至于你问我这些作文都是怎么来的 怎么能这么出口成章一套一套的 那就是因为你走过那么多的路 见识过那么多的东西 读过那么多的书 董雨晖大概这样回复了一下 也算是为自己证明 这么一回复 他的粉丝们 他的丈母娘们 他全国有上亿丈母娘 那就不干了 觉得董雨晖非常委屈 觉得东方甄选没有善待他 他们就开始质疑东方甄选 给董雨晖的待遇不够好 也没有更好的保护他 那接下来东方甄选这边的小编 包括他们的CEO也不爽了 那有一个小编就站出来 在他们的官方号的视频评论里面 置顶了一条 说在某个地区宣传文 是他们小编写的 是我们的小编写的 是我们创作的 是我们团队的功劳 然后东方甄选这边也回复 说给东雨晖的年薪不止千万 这个意思 我们对他很好了 我们然后东方甄选的CEO小孙 又非常像体制内干部训话一样 出来说了那么几句 说实话 我觉得他说的这几句 才是火上浇油的事情 我觉得他说的这一段 非常像在训斥粉丝朋友们的话 非常像体制内的领导 给员工讲话的这么一段话 是整个事情激化起来的 真正的导火索 然后他还说了一个 我们的公司 坚决抵制饭圈文化 其实这就是已经是直指 东雨晖的粉丝朋友们了 那东雨晖那边的粉丝就更不干了 然后就集体抵制东方甄选 开始把流量转向另外的直播间 东方甄选这边看到流量受到影响 又开始出来祸悉泥 然后东雨晖也发长文出来说 这里面是有误会的 我以前的文章大部分都是自己写的 但是涉及到各地的宣传是这种文案 是要跟文案团队合作的 有的时候是我来写 有的时候他们来写我改 有的时候就是他们写我不怎么改 然后文案团队又出来说 像这次在吉林的文案 他就改了几个字 说白了就是他们出现了公司内部的互怼 然后东雨晖也为了公司的团结 最后站出来在小多文里写 说我们的公司创业很不容易 然后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我们要团结一致继续走下去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总之已经要再收风口 但是这个事情已经发酵的非常的严重了 所有的人对这个事情都开始发表自己的砍发 然后东方真选的于敏红 作为董雨晖的伯乐和恩师 也出来活了活悉尼 但是这个事情发酵到这个地步 已经不是董雨晖发个文章 或者是东方小孙出来说点什么 或者是于敏红出来说点什么能解决的了 因为大家的情绪都已经被调动起来了 这事情说白了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在职场里面 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生态 就是你这个公司一开始可能没有做起来 然后出来这么一只领头羊 领着你公司跑起来了 跑起来之后 公司开始好起来了 开始扩大了 开始有营收了 开始扩大团队了 自然你作为头牌 你有很多的东西就需要去服务甲方 比如你到某一地去宣传某一地 你就需要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来宣传一下 董雨晖以前随口而来的小作文 是他在推荐商品的时候 是他在讲课的时候随口而来的 并不是这种专门针对当地推广的这种宣传文章 所以此小作文和笔小作文不是一回事 这里面被混淆了 董雨晖说我自己出口成账的是以前的那些小作文 不是针对地方宣传的这些作文 背后写文章的团队就认为 你这个文章明明是我写的 然后你说都是你写的 他们这里头有信息差 然后他又不爽了 但是我觉得这些小编公开把这个事情捅出来 这就涉及到公司内部管理不严和权力斗争的问题了 这是很典型的一个创业公司都会遇到的问题 当你开始膨胀起来了之后 你的头码往往就会木袖鱼林封闭垂直 往往就会树打招风 所以董雨晖现在就是这棵招风的大树 其实我们大家心里都明白 除了董雨晖 现在东方正面其他的主播 是不具备这种个人影响力的 那些小作文你不管是谁写的 你不管写的多好 你换一个人来念 绝对不会有董雨晖这个效果 董雨晖的个人IP 才是现在东方甄选成功的最核心的竞争力 但是这些员工们他不这么认为 没有我给你写 你没得念 你恰恰搞错了 是谁给的你这碗饭吃 等到这个东方甄选平台能够活起来 董雨晖鞠躬至伟 现在还是这样 只要董雨晖下播 其他的主播流量一下子就下来 下来的非常厉害 所以这就跟很多公司内部对消灌的态度是一样的 我既想干掉你 我有拿你没办法 你销售业绩就是好 所有人看你都有点想法 你挣那么多钱 凭什么 我们也都很努力 但是没有消灌 你再努力 你公司也发展不起来 这就是特别典型的一个中国式的创业公司 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会遇到的问题 董雨晖夹在这中间 没有办法 一方面是他也要向自己的广大粉丝观众群体来负责任 一方面他也自己不愿意受这样的委屈 谁愿意动不动被人质疑 你的作文都是抄的都是别人的 其实他那些出口成章的小作文就是他自己来的 那是能力 你换哪个主播可以 你换任何一个人可以吗 都不可以 但是这次因为各地的宣传杆 有幕后团队的功劳 大家在信息上出现了问题 加持本来他们心里就不平衡 结果内部管理也没管理好 东方小孙最后出来的说的那番话 造成了火上浇油的后果 所以这个事到现在为止就有点不太好办了 东方甄选的流量受到了影响 董与辉的黑粉们说 董与辉人设崩塌 以前你老说自己注口成章 现在你看你幕后团队都跟你反水 然后看热闹的说 东方甄选幕后团队被刺东与辉 看热闹不嫌事 然后他们内部小孙出来讲话 然后你发小作文 我发小作文 你发声明 我发声明 感觉好不热闹 就搞成这样一锅粥的状态了 在这里头 你要跟我说谁对谁错 我个人还是坚定的站在东与辉这边 因为没有东与辉 就没有东方甄选的今天 东方甄选之所以能走起来 即使到现在为止 靠的还是东与辉强大的个人IP能力 这就是互联网时代造就出来的 最强个人IP之一 最强的成功案例之一 你信不信把它换掉 东方甄选的流量能掉80% 你信不信把它换掉 东方甄选那些主播 那些幕后团队大量的都得下岗 可是有人不信 可能有人觉得我也干了这么多活 凭什么你挣那么多钱 这就是最典型的 现在职场中很多人的心态 看不到别人的能力 总觉得自己干的活 也应该挣跟别人那么多的钱 你厉害 你试试 你上播能有几十万人吗 所以这个事我觉得 从东方甄选内部来说 你确实应该分清谁是打小帽 不能让你最有优势的东西 变成了你的劣势 不能让你最优秀的员工受到委屈 哪怕你领导受到点委屈 我觉得都无所谓 因为为了公司发展好 而不是像小孙那样站出来 叮了光朗去指责 董与辉的粉丝 你们饭圈文化 董与辉的粉丝 是你东方甄选的一时父母 你老几 你指责人家 人家转身就可以去别处买 人家为什么非在你这买 那是因为董与辉 不是因为你小孙 你以为你谁 大概就是这个事的来龙去脉 和我对这个事的看法 因为这个事比较复杂 可能再说下去时间太长了 就先说这么多吧